警告聲響起, 救護車匆匆地向醫院 有一名六歲的小朋友 因為旅遊車的交通意外 令他嚴重受傷, 要立刻接受手術 這個小朋友已經進入昏迷狀態 他爸爸很擔心 緊緊握著小朋友的對手 希望這次可以大步難過 很快他們就去醫院 護士也很迅速把小朋友推進手術室 但這個時候 他爸爸就很慌忙地問 為什麼還見不到醫生? 在這個時候 走廊就傳來很急速的腳步聲 原來負責這次守著的醫生 剛剛才趕到 小朋友的爸爸很生氣、很激動地 走到醫生面前罵 你為什麼這麼晚才來? 你知不知道我真的有生命危險嗎? 但是醫生很冷靜地跟他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才不是在醫院那裡 我已經盡快趕來了 我現在只希望你冷靜下來 讓我開始這個手術 冷靜? 如果換轉手術室裡的那個是你的兒子 你可不可以冷靜嗎? 如果這個兒子就快要死 你又會怎麼樣? 那醫生繼續很冷靜地跟他說 生死又命 醫生未必可以延長每一位病人的性命 但我們會盡力去救 醫生個人這句話之後 就進了手術室開始手術 八個小時之後, 手術完結 醫生跟小朋友的爸爸說 手術非常成功 你小朋友已經度過危險期 當時爸爸當然鬆開口氣了 但他想再問醫生多點事的時候 醫生已經轉身走了 我只是說了一句, 我要走了 你有問題的, 文姑娘 這個爸爸看到那個醫生 就這樣轉身走了 當然就很不滿 他就很抱怨地跟護士說 這個醫生真是自我中心 他根本就不明白到 傷者家屬的感受 護士聽到這個爸爸說之後 當場就哭了出來 他就說 醫生怎麼會不明白你的感受 因為有獨生兒子 就是這次旅遊巴車禍的死者 他趕回醫院之前, 就去了刑事 現在救了你的兒子 他就要趕回去 幫他的兒子處理身後事 他聽到護士這樣說之後 這個激動的爸爸 終於再無出聲, 安靜下來 很多時候我們看一小部分 就以為是事實的全部 但是真相 根本就很難靠片面的事實來界定 凡事千萬不要, 一枝半解 妄下判斷 一定要了解真相